三张方桌 三件文物 在福贸会文化服务专题展区里 三位文物修复师的工作 吸引了许多参展民众驻足 现场 文物修复专家展示了 书画 青铜器 纺织品 瓷器等 文物修复的工艺流程 民众可以从中真实地领略 文物修复的全过程 染色是修复的关键 因为出土的纺织品 或者是尝试的纺织品 它经过时间的迁移 颜色发生了很多变化 然后我做修复的时候 需要它那做破损的地方 需要现代的材料去匹配它 需要跟它颜色相似 远看一样 近看有区别 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原则 就是修旧如旧 比如我们这上面有这个文饰 不能说以后 以照现代人的审美观点 去改化它 按照现代人的审美观点 去化它 这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修旧如旧 遵循文物原来的原样原貌 保持它的本质 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 1.08亿箭讨国有可移动文物 对于漫长岁月里 祖辈留给后世的珍贵遗产 和宝贵资源 文物修复工作者极为珍视 在文化服务专题展区里 国家一级文物青龙藏 木制金板保护修复项目等相关修复技艺 生动展示在观众面前 文物修复企业负责人孙小蕾说 让破损文物再现光彩 是所有修复师的追求 我们看到一件一件的珍贵文物 来的时候 可以说是 有些是虫吃鼠咬 有些是灰头土脸 有些是散碎成片状 这时候是破损 然后经过我们的这些个专家 以及我们这些个年轻修复师们的努力 让他们重新焕发青春 重新焕发出他的艺术感召力 这是我觉得我们做文物修复最大的欣慰 在福贸会文化服务专题展上 故宫博物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 公王府博物馆 还展示了最新文创成果 2020年紫禁城建成已整整600年 此次福贸会上 故宫博物院也将紫禁城建成600年的 相关纪念品带到了现场 纪念钞上面 我们选择了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太和电的图案 正面是太和电 我们背面选取的是九龙壁上面的龙的 一个龙形的一个图案 来选择它背面 然后我们的纪念碑的那上面 我们选择了我们比较有意义的麒麟 是故宫的里面一个瑞兽 也是一个非常有美好寓意的这么一个形象 而我们的邮票是选择了故宫的平面图 平面示意图来作为它的小心章的整版的一个画面 据介绍 福贸会中的文物及博物馆文化创意展区 以让文物活起来为主题 展示文物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最新成就 展区还将展示线上交易相关技术 发布文物艺术品交易大数据研究的相关成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블�